哈喽 听得到 看得到吗 欢迎 各位好 声音都OK吗 没有echo吗 没有 没有echo 嗨 副司长好 嗨 大家好 郑伟好 那个我们郑伟进来了 那我们就那个副司长也在 还有我们各位伙伴 大家回来了 回来了 好好 那我们就就开始哈 好 我们现在就 现在就开始吗 好 那个郑伟好 那个副司长 我们那个这一个这一段的时间呢 我们先请我们的副司长 跟我们的郑伟 然后跟我们的现场的所有在座 我们今天有91位的这个校长 主要是我们各县市 22县市辅导团 环境教育辅导团的总召集人 在现场 那有11位我们的专家学者 还有我们的总召 跟我们的几乎都是全部都是校长们 好 那我请副司长先跟大家致辞 谢谢 好 那个我们行政院唐政伟 还有全国我们环教 就22县市环教辅导团的总召 副总召 还有我们中央政策计划团的许教授 还有许教授的团队 还有我们线上收看直播的所有辅导团的伙伴 大家早安 早 我们环教团在疫情期间也是跟很多老师 还有学生一样 这个停课不停学 所以我也跟政委报告 其实我们一年我们环教团大概有四次的集会 那聚会就是全国性的聚会 那一次是政策的一个交流会 然后一次是成果的交流会 那有两次是比较属于专 就是专业或是专长的成长的这个研习 那今天就是属于全国性的这个成长研习的其中一次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是我们改成线上 所以好久没有跟 每年我都很期待跟我们的环教团的伙伴 这个见面 那今年就比较特别 很久没有见面 那就在线上见面 那很感谢政委在摆忙之中 因为我知道那个政委平常就很忙 疫情期间也非常的忙 那特地拨控来给我们部里面 还有我们环教辅导团的校长 主任老师们开讲 那也在这里也是同时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感谢我们所有线上的伙伴 那忙碌的这个学校的工作 那疫情期间 我知道这个学校这个行政工作更加的忙碌 虽然学生没有到校 大部分人没有到校 那事实上线上教学 对大家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也是这个非常的这个繁忙 那在繁忙期间 还是仍然投入我们学校环境教育的这个推动的工作 好 那接下来我就是讲这一场 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我们唐政伟 那唐政伟在国内外都非常 这个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而且是年轻人心中的这个偶像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政伟从小就自学 自学电脑跟软体 那16岁就成为网路的创业家 那后来政伟也致力于推动 这个开放圆码这个自由软体 那2010年成为苹果 推动云端服务在地化的顾问 那不只是这样 其实要讲政伟真的太多的这个可以说了 那政伟大家比较让他津津乐道就是他 就是运用这个IT的这个独特的这个方式 来关心这个社会的运动 那在2012年也参与了这个社群组织 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这个G0V 那太阳花运动的时候 发挥了非常多的非常大的一些功效 那在2014年也成为行政院的顾问 来推动政府的这个透明化跟网路法律的 一些推动的这个工作 那在2014年政委还参加我们 曾经担任过我们12年国家克纲的 克发会的委员 那后来政委就被在2016年就被延揽 入阁担任这个政务委员 那担任政务委员的时候 因为我们也有参与 就是政委致力于这个负责这个开放政府的 一个推动跟发展 那也全力促成跨部会的这个协作 那政委也非常关心这个社会的这个创新 所以政委也负责督导这个社会企业发展的这个工作 那也是这个跨部会来着手推动这个社会创新的行动方案 串联这个不管是政府或是非政府机构 还有一般的企业来共同发挥社会的价值跟影响力 所以我们今天针对这个环教的这个议题 我们特别邀请政委 以从学校环境教育走向社会创新使命这个主题 那希望能够带动我们各县市的这个环教辅导团来思考 永续发展在环境社会和经济议题上的一些创新学习的思维 来接轨国际的学习的趋势 那来对接这个SDGs的这个目标 那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很期待在线上跟政委来交流 那我要上线之前我已经看到 我们的伙伴已经列出了非常多的这个问题 那待会要跟政委来这个来请教政委 所以我们就迫不及待的来请政委来给我们这个开讲 好那谢谢也谢谢政委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我刚刚确实才刚从指挥中心回来这边 最近就是持续的被征召 那但是很高兴有这样一个线上的机会跟大家分享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之前都已经收到了slido的连结 我还是再投影一次好了 那这个是我其实在现场的教学跟线上的教学 以及混合式的教学都会使用的一个教材 那这个教材教具的做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讲什么是由学生来指定的 那今天的话就是由各位来指定 那不管是扫这个QR Code或者是加入这个网址 或者是加入这个网址slido斜线810都可以投票 那投票的好处是说 我就知道现在有12个人关心什么 9个人关心什么等等 我就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 在大家比较想听的这个题目上 而且就算我讲的这个 你不是你问的 你也可以像那个俄罗斯方块一样 知道接下来下一个下一个题目是什么 可以趁机拉票之类 那我们也发现说 在比较长时间的Lecture里面 同学几乎一定会滑手机 这个是不可能避免的 除非你没收他的手机 不过那样子就会 你知道就是 会产生课堂上的冲突 而且远距根本不可能没收 那但是呢我们发现说 只要在一开始说 大家扫这个QR Code 把它变成教具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所有人的手机就被你征收过来了 他就比较不会 好像说他要PO个东西 按个赞的那个冲动 不会被导向到Dcard或Instagram那边去 而是能够回到这个课堂来 所以他对于这个课堂的秩序 我觉得也是很有帮助 那我就不多讲这个前言 我们就是直接进入问答的这个环节 相信现在大家都已经 扫到这个QR Code 或已经加入了 我们就直接开始 好 那有13位朋友们想要问 就是说社创平台上面有一个社会创新发展地图 这个地图它汇集了各个县市的VLR 那以及当然SDGs的对动方向 那整个就是全台湾的社会企业 其实大概都有登录在这个上面 因为它有登录在这个上面 一些实质的好处 好比像说纾困的那个国发基金的融资 它就可以立刻获得资格之类的 那也会有buying power 就是说它这个能够给出交代说 买这个它可以促进 它比方我们朝向近零 它可以促进多少的这个 温时气体排放的减量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找到企业投资的资源 而且就是买到500万 我还会出来颁奖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上面登录有很多好处 那我们可以实际看一下这个画面 那我们在这个上面 我们会发现说社创平台 的首页 它上面就是有很多 就是可以选择的 运区医疗 循环减塑 数位职能教育创新等等 大家有看到吗 对不对 这个投影是OK的 对那好比像说我刚刚点了 教育创新 那它就对应到 从学生端那是SDG4 优质教育 那在这个我们的就是 终身教育这边 SDG8 就是良好工作经济成长 也包含创新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这个实例啊 这个甘乐文创啊等等 那以及政府这边的政策 包含我们这个实验教育啊 学年国教新课纲啊 像不新了 学年国教课纲啊之类的 那然后也有一些具体的这个 德国中小的校长等等 他们合作的一些案例 那我们也会邀请 比如说总统杯黑客松 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一些 像司法院资讯处 他们做了一个专门为了教育工作者的 法律白话文的一个浏览器插件 现在你去看判决书 他会自动翻译那些 见色难懂的法律文字 变成一些比较好懂的 白话文的文字等等 那这些当然都是为了教育工作者来设计的 所以我们就会请国教署啊等等 一起来分享出 这些社会创新团队 在这里是司法院设计出来的东西 在教学上面 到底要怎么使用 那我们这边也会偶尔highlight一些 在这个平台上面有登录 他们自己有勾选 他们做的是SDG4 而且已经可以给的出影响力评估 就是给的出冲击报告 就是他对教育在造成了什么 好的影响的这些团队 那这些团队就会在上面 每个有他自己的一个专业 好比像说大家可能就是 比较熟悉的军医 军医我就不特别介绍 假设大家都听过军医 然后或者是LIS 这个是线上教育发展的协会 我刚看到也有朋友在问数位转型 或者背数位转型的时候 要怎么这个做线上的教材教法 那这个是LIS的专业 那或者我们的婉转学校 那这个就跟环教比较有关系 因为他们有很多关于简碳 追风逐电啊等等的 这种一日式的课程 不管是透过桌游啊 情境啊等等的这些方式 或者他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末日危机高峰会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就可以让就是做环教的朋友 他不是说好像你一定要 来买这些社会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而是说你可以看这些产品或服务 里面有哪些可以分享的社会创新 那我们也会很积极的去跟 包含项梦的恩次方啊等等的 这些教师的增能社群去结合 然后去说那这个创新 你能用就用嘛 不能用 至少你出来旁边想到一个做法 那你就可以在你的就是共同悲客啊 就是观客啊等等这些地方来使用 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蛮好的一个资源 那因为相关案例真的太多了 总统被黑客松这些我都是 评审团召集人 但是我是不评分的 因为我如果评分 超过三分之二的我都得回避哦 因为我都要帮忙辅导 但是因为就是就是这个COI太太严重了 这个利益冲突太严重 所以后来我就从这五年加入那个开始 我就只着急不评分 所以我今天也不会说哪几个特别好 鼓励大家一定要去 但是我会说在社创平台有这个资源 有教育创新等等的这些分享 那都欢迎直接点进去 然后看这些现身说法 这些特别是郭忠祥老师 但是也包含到大学的USR等等 他们这些成功的合作案例这样 希望有回答到问题 那如果有要追问的话 就是包含slido留言当然也可以 但如果一下拉票没有那么快的话 也欢迎在googleme留言 或者是举个手 googleme也有举手功能嘛 那举手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讲的 因为我也了解 你知道多元智能 很多人用讲的 会比较有feu啦 那就欢迎随时打断我 那我在问题跟问题中间会稍微 像现在这样子稍微等一下下 那如果有追问就追问 没有我们就往下一个问题哦 好 对我来讲有用 因为我都是直接去看 不一定是paper 也有可能是现在叫preprint 就是预印版 他还在学术社群里面 征求整个同侪的见解的这些东西 其实是我从可能十三四岁 开始比较多时间花在网际网路上的时候 我主要的学习来源 那当时当然是有一点就是离经叛道 因为当时的教师不是很喜欢 就是他坐在讲台上 但是底下有一个学生打开notebook 然后开始fact check他 这个在那个教师的那个权力里面有点有点不太一样 那但是现在就是我们换到新课纲之后 其实这个是常态 因为除非你没收学生的手机 不然学生一定在课堂上面fact check你嘛 那就是做实实查核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假设说教科书只是我们的好像一个话题 那甚至有一些就是从这十年来这个翻转教学 假设所有教科书所有material都是自己的进度 就是自己要先掌握好 我们来课堂上面其实不是来学而是来创造 那就是来一起做一个project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在环教上面特别是如此 因为基本上那个大自然才是我们的教科书嘛 教科书只是让我们理解大自然的工具 那同样的我们如果是做社群包含社区营造等等 那个社区的那些人才是我们的教科书嘛 那教科书只是同样的让我们一开始比较知道 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的这个工具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 老师的做的做法就是可以分享自己的研究的兴趣 我想各位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就是如果小孩发现说 你也有你的research interest 你对关心一件事情你有热情 就讲到的时候眼睛会发光 那这样子的话小孩就会觉得说 那他如果也对什么别的 但是跟你有所重叠的地方有热情的话 你就是不是那个分数的守门人 然后不是把关的 而是你是跟他一起研究的共同研究者 所以我觉得教科书还是可以运用 但是他运用的方式就不是说教科书跟你是一边 然后小孩是学生是往你接近的这一点 而且教科书是你跟学生一起聊天的一个类似谈资嘛 就是说今天天气这个很热啊 是不是这个全球暖化 现在要交成全球热化 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一个破冰用的一个东西 那但是之后等到小孩找到他自己的方向的时候 那就不是像以前那样教科书 找到一个跑道就是跑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是分成就是这个排序的 而是说不是是小孩借由这个时候他找到自己跑的方向 那按照定义嘛他转个身一跑就赢在起跑点上 因为没有别的同学跟他同一个方向 他就自动就第一名了 那所以我是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 才真的能够让小孩去跑到他想要的那个方向 找到一些从不同的地方 可能年纪不同地域不同 或者是领域也不同的朋友 但是想要解决同一个问题 那这样的话这样子的 ad-hoc group 那老师就是他的 ad-hoc group 里面第一个成员嘛 就是第一个带领他去连到这些线上的 或者是线下的教学资源的这些朋友 那所以我是觉得少做什么呢 就是少把自己跟教科书绑的怠近 那我觉得其他就会很自然的就会发生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说 在政委的学经历 有 有一位朋友要发言是不是 有一位许元焕老师 还是不小心按道 可能不小心按道 那我们假设不小心按道 不小心按道也可以借记发言 好吧 那我们就继续了 有十一位朋友们问说 在政委的学经历当中有参加过 台湾的正规教育体制 也有参加过自己实验的教育 就是当时其实是在北正国中嘛 实验班 那就是所谓不用考联考 是用平常小考的成绩 不过我其实真的只参加了一年嘛 因为我过二就辍学了嘛 那所以我后来还要专门回学校 断考的时候都交白卷 因为这样才不会把其他人想要去的高中 把他们挤下去 那所以我参加了一年的这个自学的这个实验 那当然还有一年也是在德国的教育 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不同体制之间的转换 更能够发掘自我的特质跟学习的方向 倘若是在台湾的教育体制底下 会建议老师怎么样带领学生啊 找到自我适性发展的这种方式 不过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实验教育跟教育实验 其实已经几乎是没有特别在分的 以前是这个体制外好像那种公民不服从 好像要上街抗议好像真的有上街嘛 410大有请 那但是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是只要跟你的导师你的校长一讲 那我们的新课纲里面就有说 你对课发会的参与你的自我学习时间怎么运用 加深加广校定的必修选修课程要怎么参与规划 那甚至是就是在不同的地方 这个作为一个类似大学的大学系统那样子 互相承认的这个advance placement等等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让他即使在体制里面 尤其高中阶段 也可以有我们当年在实验教育 才能够做到的一些课程的安排 那我之前在体制里面 就是在小学阶段的时候 也是透过像这样跟校长的讨论 那变成说可能我一周只有三天来上学 那另外两天是自己安排课表等等 所以我是觉得在实验教育跟教育时间中间 其实是有一个有一个光谱 那现在这个光谱以前是说 实验教育这边要过来比较困难 那体制教育这边要过去比较容易 就是实验教育可以用冠型教育的素材 但是在国教里面比较难用实验教育的素材 但在新课纲之后 这个也真的打开了嘛 以前要到社团要到第八节课 要到就是夏令营 东令营才能够做的事情 现在都已经可以进入整个学校的体系里面 只要学校课发会同意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不能用我当年的那一个概念来回答 如果用现在概念来回答的话 那就是要多参与嘛 就是如果是老师的话 可以多参与学校的课发会 也可以多引导学生来参与学校的课发会 包含学生自己组织的一些社群 那其实像大学的学生会 我们现在发现在高中 特别是关于这个订什么便当服装礼仪 指甲油什么东西的 在高中的那个集合的能力都非常的强 有时候比大学生还要强 那如果你是好像教公民的老师 那你就有源源不绝的素材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是就是学校行政人员的话 那可能也是就是会有点类似 像是太阳化运动之后的这个行政院一样 就是从好处看 你多了很多人一起帮你想点子 从坏处看 那就是你如果给不出交代的话 那就会疲于奔命嘛 那所以还是不是说for the people 不是说为了学生服务 而是with the people 就是跟学生一起去想说 那这一届的学生他有些不满意的 你可以引导他们说好 那这样他们可以有什么贡献 让下一届的可以更好 那下一届的就可以再去想 怎么样让再下一届可以变得更好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不是只是自发而已 他也是有互动达到共好 因为共好就是所有在他类似处境的人 都可以因为他的贡献 好比像说最近不是说对于上上课时间吗 对不对 那之前还有很多啊 关于这个学校的福利社啊 关于要不要外带是不是 附送塑胶吸管不是很妙啊 什么之类啊 就是这些都是其实高中学生的阶段 就发起的这个全国性的公共政策的讨论嘛 那这些我觉得只要越讨论 那他们就越会有一种好 那他们就要为自己负责任 那这样才会有自我实行发展的那种方式 就不是只帮他自己 而是帮他的学弟妹 以及所有跟他在相同处境的一些人 所以不要等他18或20岁成年 有投票权才去交参与 我觉得在一开始就交参与 那我们也有很多环教啊 在地的合作经济啊等等 社区大学啊等等这些资源嘛 小孩他在十几岁甚至不到十岁 就参与的越多 那我觉得像我自己是因为我八岁九岁的时候 当时就参加就是竹部联盟 当时还不适合做事还是基金会的 那个时候的非常多的这个环教的活动 包含去什么参观福德坑啊 做什么这个实际这个就是友善 当时农业污染这个议题很严重嘛 实际去量测啊什么之类 那所以就从小透过像这种 对社会有公共利益的事情 我觉得我记得特别老 那那些比较教科书上的 我就比较不记得了 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 希望有多少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那接下来有13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环教不能只是纸上谈兵 那面对经济开发跟环境保护 政府的态度政府的决策 应该要以广大人民的期待与利益为前提 想要知道这种想法 政府之前的一个困难 就是说到底广大人民的期待是什么 这个是真的很难知道的事情 你如果去做一个民意调查 写那个民调问题的人 其实就这个框定效应已经框一半了 那或者是说如果你透过一些 就是有声量的 这个我们KOL倡议家什么之类 那这些当然很棒 但是就会变成那些小众的 所谓沉默的大多数 它到底存不存在 其实也是没有人知道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我们传统的去倾听民意的这个方法 这个技术它发展的情况 是比不上我们这种广播式的 就是透过就是literally广播 或者是电视 或者是从由上而下的方式去宣传 那所以宣传的技术 因为比网际网路来的早 所以发展的就是比较深入 那但是倾听的技术 是随着网际网路开始 才慢慢开始发生的像slido 这个就是一个倾听的技术嘛 就是我一面在这边一直讲话 大家还是可以打字 还是可以按赞 还是可以怎么样 但是如果没有像这种 双向的网际网路技术 让我可以看到大家在点头 或者在按赞 再怎么样的话 那我说真的我怎么知道 大家想要我讲这个题目呢 所以就是光是slido 这样子的题目的做法 就必须要在网际网路普及 宽频作为人权 这些都已经到位之后 那我们才能够开始发展 这样子的一些系统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 经济开发跟环境保护 其实它是类似一个obstraction 就是说我们这两个这些价值 它是抽象价值 但在每一个具体的时候 这两个说不定可以互相加强 好比像说 像我这个昨天才录了 帮那个storywear 一个这个非常潮的时装品牌 那因为它也有来做社会创行事 让它得了社创合作奖 所以我就就是帮它录一段 那但是呢 像storywear这样子的做法 那包含我自己身上这件 是桃园另外一个社会企业的作品 他们都是用废弃的牛仔布 然后我们这个内阁里面 另外一位阁员说我穿这个 因为后面是看得出来都是缝起来 好像那个盖帮八代长老 但是因为每一片的颜色都不太一样 因为本来都是就是 已经穿破了这个 已经要丢掉的牛仔裤 但是这个设计师 就把它重新拼起来 那帮它拼起来的这些 实际做的这些朋友 也是二度就业 或之前就业碰到一些困难 或需要一些这个职训 这个心理复健等等 的这些二度就业的 大部分是妇女们 那所以就是说这些 它就是同时结合了社会价值 跟环境价值 那在这两个都做到的情况下 说真的它卖蛮贵的 所以就说它也有一个premium 就是比起这个牛仔裤 我们以前想到回收 都是每一次它是在 就是少一点少一点少一点钱 就是再升纸 这个卖的比本来只贵 这个一般来讲社会感情 目前不是很容易接受 但是我们因为透过这种 实装设计师的巧思 所以这个牛仔裤每一次回收 反而卖的比上一次贵 那这个多的钱 那当然就可以投入 环境保护跟社会公益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在讲社会创新创业 其实重点不是特定的哪一家社企 社企当然很重要 因为他们四次去做社会创新 但重点是说这些点子 透过我们的分享 就是变成大家出雷旁通 想到这个主意 立刻就可以去做 即使它在不同的国家什么 它也不需要付个专利费什么 所以大概都是开放式的创新 那我们越多这种开放式创新的分享 我们在民间这种经济开发跟环境保护 能够互相加强的这种 norm就是社会常规社会规范 就越强 大家就不会觉得说好像 你一定要牺牲某一个 总是可以找到一些 就是两边的价值不但兼顾 而且事实上都更强的这种做法 那以前叫做循环经济嘛 那现在有多非常多的名字啊 永续金融啊 影响力投资啊 什么之类 这些这种结合资本力量 达到环境价值的东西 就全部都出来了 那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 越多这些东西 那我们作为老师身教嘛 就是让 不是说你立刻就要穿这个衣服 但是就是让小孩 多看到一些就是比较具体的 有经济价值 有环境价值的东西的时候 那这样子政府就越能够听到 这些很具体的提案 那当这个提案一凝聚 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已经结合了市场 跟结合了民主 就是既是大家都已经知道 而且要求的事情 也是它对经济是没有坏处 而且反而能够 让产业升级更快的这些事情 那这样社创跟产创 才能够彼此互相加强 所以我想政府 越要做这个环境保护 那越要向市场证明说 市场上面已经很多人 他有能力讲市场的语言 但是他又给的出 环保价值的交代 不是嫖虑 而是说他一开始 就是为了这个使命来做 那所以在社创平台上 我们就是专门会放这些例子 也就是欢迎大家多看 这样子的例子 我觉得就不会像以前那样 都是那种零和思考的那种感觉 就会慢慢不见了这样 好 那有要追问吗 是 郑伟好 我是计划主持人许逸选许老师 我想郑伟其实刚刚的回答非常棒 我们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可是环境交易有一个比较 他好像就是那种佛心来者 就是说我今天做环境交易 我就是不能谈到经济 谈到市场 好像感觉上 我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 NGO或NPO的概念 那社器的概念也不是 不要赚钱 但社器 你不赚钱怎么投入环境工作 是 所以这两者之间 就是说对于在环境交易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他如何再去能够成为社器 而这个东西 我们要打开的是不是 我们对经济市场上的一个 stereotype 就是我们的观点上是有不对的 对 我觉得我们之前 就是其实环境组织 非常会用经济的方法来倡议 就是竹部联盟 环境保护基金会 因为我八岁的时候就参加了 那个非常擅长利用抵制 杯葛 就是要求大家不要买什么 因为它的外部性很高 那这个外部性最后受害是 我们小孩 我当时才八岁 所以当时就是很会这一套 就是虽然没有这个星期五 跑去巴克 但是就是说后面的这些讲法 可是你想一想 这些也是市场力量啊 它只是是负向的市场力量 就是是杯葛跟抵制的这种市场力量 那这个在台湾的这个环团的 就是几十年的 其实比我们民主化还要稍微早一点的 这个培养之下 那一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正常性 就是抵制谁谁倒 真的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二方面也引起了后面在政治上面很高的话语权 就包含十安五环的建制啊 那甚至一些就是国际贸易相关的这个经贸谈判啊 那基本上环团的力量或者是话语权 其实是高过社会上面的其他团体的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证实 这个真的是市场力量 这个不是说不是市场力量 它只是市场力量的比智性的这种展现 那但是主富联盟后来它不是只做基金会 相信大家知道它开始做合作经济 那合作经济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企业的一个核心嘛 合作经济它是确保民主参与的社会企业 那只要它有这种就是全台湾的外部性 就是它的社员遍布全台 那这样它的社会性也就没有问题 而不是就是几个人在那边合作社 而是说全台湾一起来合作社嘛 那所以主富联盟当时建立了绿主张这套制度之后 他们就也收到很多challenge嘛 就是说那之前你们去这个抵制这些东西 这个过度包装啊塑胶品啊什么之类嘛 那现在你们自己来做生意啦 虽然是消费合作社但还是做生意啊 那这样子你们是不是要这个隐身作折呢 那所以后来像主富联盟去年吧 才得了也是社创合作奖 跟刚刚的storywear是应该是 他们还得了buying power特别奖 其实主富联盟得奖比较多 他们做的就是说让实际这个好像卖豆浆还是什么 他有一些塑胶包裁嘛那这些塑胶包裁 他让他的社员在下次因为他的特色是 你一定会physically回到那个提货站 所以就是你的社区的人的这些塑胶的包裁 自己拆掉标签并且清洗之后 他们在那边用小的这种切割机啊这个 这个立刻把它变成塑胶粒 然后立刻就在那边直接回收 变成下一次的包裁 所以只有跟以前那种集中处理的回收 其实它还是会造成文氏气体 排放的一些足迹不一样 它是单点就直接回收 那立刻upcycle 而且直接回到下一次的包裁使用 所以非常接近全循环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自己开始做生意 你一定会受到之前那些理念的 抵制的那些支持者同样的challenge 但是只要你能够回答得出这个challenge 一方面是说你可以把这个成本外部化 一般的这个大的厂商 你怎么可能就是消费者 那么心甘情愿的帮你拆标签清洗 还要分类还要什么东西 那但是因为主副联盟他是合作经济 有他的社会性 所以他参加的社员本来就相信这一套 所以他当然愿意付出一些个人成本 他可能觉得带着小孩一起洗一起拆标签 一起去做回收的这个塑胶粒啊等等 这个也是就是还教的一部分啊 那这个时候这个经营者 他的成本就全部被他的顾客所吸收 那这个顾客其实还吸收了研发成本 因为每一个都会自己想一些就是省力的 安全的这些做法嘛 那所以研发成本 维运成本 都有你的顾客吸收的时候 其实你的顾客就不是顾客而已 而是比较像共同创业的伙伴这样子的感觉 那我觉得这个感觉一出来的时候 以前那种反商啊什么东西 大概就不会再存在了嘛 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合作组织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两个具体建议 一个就是说可以参考 台湾已经很强的合作组织的传统 第二个就算你的形式不是合作社 也可以用更多的让你的顾客 一个民主参与的方式 那这样子的话 自然就不会就是被本来的环团的朋友觉得 好像sell out 好像变成被商业力量所决定 你可以证明说 你不断的还是有带入社团法人的那种 就是大家直接参与的这种精神 非常谢谢郑伟 谢谢 好 那我们就继续了 那接下来的题目是 目前已经有13个 13个赞 就是说本次工作坊的参与者 是全国22县市的校长的代表 每个县市都有环境教育的特色 还有关注的SDGs的项目 确实是如此 我们在这个社创发展地图上面 目前VOR这个三个 据说另外三个也在这个 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 就是它的县市的 就是对于SDGs的资源的报告 但是我们如果是看这个海洋生态系 或者是陆地生态系 循环经济 永续城乡等等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说 每个县市有它自己比较在意的这些部分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就是 做这些社创相关的政策的时候 时常会提醒自己的 就是每一个县市 对每个县市来讲 环境教育这几个字 它是因地制宜的 每个县市的环境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能非常top down的去说 每个县市一定都要 一致性地执行什么 那而是说就是它自己的 这个环境的特色 越认识的话 它才能够推积极人的去 这样这样子的小孩 在未来的时候 更能够到每个新的地方 就更能够融入在地 如果它自己都是 关在课堂上面 就是看非常抽象的一些东西 它一开始就没有结合它的在地的话 那也很难期待它 未来到了大学研究所 还有那样子 就是回到它的当地 或去一个新的当地 去投入的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说 所以我不会特别在这边讲说 哪一个城市的永续发展目标推动是成功的 again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看我们的 就是亚太社会创新合作奖 那在这个历年资料里面 它会有历年的这个得奖名单 还有包含专访等等 那每一个其实后面大概都有一座城市 像我们的就是在2019年的就是评审团特别讲 那它后面的城市就是这个 Bandon Creative City Forum 它是印尼的的这个村 那这个村它跟荷兰 我没有记住的话 互相合作 那合作之后就把这个时尚产业 它的破坏环境成本外部化最多的这个地方 在那透过循环经济的方法 把这种高污染高压榨的这种做法 突然变成说他们是靠在地的合作经济 不是只是说我们去清理它 而是说改变这个制程之后 出来这个副产品它不但不是污染的 而且可以变成在地的这种手作的这种特色 那这个特色呢 因为是这个就是时尚的产品的产地嘛 产地直送直销 那这样的话不但它的形象加分 那而且也可以实际上改善他们当地的生活 不会就是类似是时尚产业的比Fair Trade 还要再多一点 因为除了Fair Trade之外 它还有地方创生地方的这种就是主题 就是透过时尚让全世界知道等等的这种做法 那当然台湾这边有很多就是跟城市合作的 那我记得应该是上一届嘛 去年也有这种跨三个不同的国家的 就是移工那但是是新加坡的一个做APP的 让移工在自己的当地也可以确保说他母国的这个家人不是他寄钱回去 然后就买一些这个破坏环境也破坏他自己健康的这些食物 而是他可以选定这些就是比较正面的不管是对环境还是对自己健康 比较好的这些食物他等于在他的工作国透过手机 类似Uber Eats这种方式去帮他的这个所在的母国的小孩采买 那也确保说他辛苦赚的钱不会就是跑到这种就是对他的小孩不好的 在这些商店去等等 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好的一些案例 那但是我大概不会特别讲细节也不会特别讲他的公司名称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就是直接看我们亚太社创的作奖这样 好那我们就继续啊 来请这个徐老师 是那个认为我这个问题一定要问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网路上 在我们社创平台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其中就是22县市您有汇整了每个县市的SDGs的重点 这是非常厉害的 那我们也运用了这样的一个资讯 在跟我们的22县市做一个宣答 那也让他们知道他们各县市政府的希望朝向的目标 但是我一直好奇 那个这些的SDGs的重点是由县市政府哪个层级 跟政委这边做报告的 是 如果他有做VOR 那通常我们是找研考会 因为这个VOR一定是从研考会的提起来做 但是如果他没有做VOR的话 那我们就要看 因为经济部中小企业处是整套东西的一个窗口 所以他们碰到的大部分都是金发局 会是比较多 那但是呢这里面也有很多是金发局 他可能真的比较陌生的 社会正义的部分可能就要问社会局民政的这个单位 环境的部分当然就是要问他自己的环保局等等 所以大部分因为是中期处去问 所以大概就是金发局 如果碰得到研考就研考 碰不到就是金发局来当窗口 所以我们确实这个社会创新组织里面 企业的这个成分还是比较重 你看那个登录 或者是你看这个县市的列表 就会知道说里面他对于这个 他促进产创的这个效果 比起说他促进人民团体组织的这个效果 他的琢磨一定是比较多的 那这个是因为是台经院跟中期处去问 那就会达到这个自然的结果 好谢谢政委了解了 来请留 我也想请教政委哦 因为我们在看那个县市的这个VLR 那我就发现说有的县市 他把这个SDGs的17项目标 有些县市列的非常的多 那有的县市他可能特别着重在某些 那个特定的目标 那我看刚刚我也特别看了一下 我们这个社创平台的这个社会创新发展地图 我就发现说点到每一个县市 他有出现几个就不会太多 就是他可能有几个特别几个重点 大概三四个对对对对 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平台去把这个县市的这个VLR 读过之后 然后去从我们平台去把它筛选出 它特别特别量或是特别聚焦的重点 还是说是是是是是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把它整理出来 我们2016在做这个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县市都还没有VLR VLR还不是一个显学啦 因为2015SDGs才出来嘛 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是比较button up 就是我们会去看每一个县市 它自己在上面登陆的地区相关组织 大概做哪些题目 所以其实是先看他们的 不管是社会企业或者是一些做倡议的组织 合作组织等等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我们会去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那这个整理完之后当然还是会去跟县市确认 包含这个假设是永续能源 那这个城市愿景啊能源装置啊等等 这些倒是跟就是地方刚刚讲的研考或者经发体系 一起想出来的一些文字 但是为什么会挑这些 一开始并不是看VLR 而是看它有多少这个社会创新的组织 登陆以及他们登陆的时候 到底勾哪些比较多这样 那我们看还有没有其他朋友要追问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嘛 OK好 那我们表定是到中午对不对 到12点 对 那就还有接近一小时 还有50分钟 那应该还可以回答不少问题 我们有十位朋友们问说全球疫情底下 远距视讯教学的需求提高 那那在这个更 等一下在聊天室里面有一位朋友问说 可不可以赶快贴一下这个发展地图的的网址 我来贴一下 哎有一个朋友 给我手快一点 快一秒钟 我们贴上去了 对对对好 全球疫情底下 远端视讯教学需求提高 但是也因此更加凸显 城乡教育的差距 那可以如何因应 以及如何客服 客服这个是一个freud and slip 就是说可能本来要讲的是客服 但是其实客服才是 客服服务可能才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确实就是 我觉得城乡的差距在 特别是如果你是把大家都关在房间里的话 那那个房间里面的设备确实是差很多 但是在台湾当然相对上面好一点 因为我们特别是对于偏向 那有很多在硬体上面的补强 保证他们的频宽等等 那反而是一些就是可能你早一点投资 你设备就老旧一点 那老旧一点它的坏处就是 其实像我们这样子的即时互动里面 声音的品质是非常重要 只要你的收音或者你放声音稍微差一点点 那其实注意力就没有办法保持住 那大家在课堂上面也会发现说 现在都要就是专门有那种麦克风抵着口罩的底端 或者是要怎么戴口罩 那个声音才传的到麦克风里面等等 因为大家就发现说 你如果用平常讲话那种方式 但是戴口罩又没有调整你的放麦克风 或者是甚至不用麦克风里发声的方法等等 其实多多少真的会影响到那种见面三分情 可能会变两分情 那所以同样的就是我们如果在视讯的情况下 因为频宽不足或什么原因收音不好 或播放声音的方法不好或不同步 或者是要等个半秒钟才听得到等等的话 这个立刻就是视讯两分情就倒扣一分情去了 那所以我觉得这些硬体建设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硬体建设解决了之后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环教 刚刚我们讲有很多是要走入现地走入在地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5G真正它是雪中送炭 而不是锦上添花 就是它是必要的使用 而不是只是nice to have 不是你下载一个影片稍微快一点点而已 因为在有5G之前 在4G或者LTE还没有真的发展 4G刚开台的时候 其实相信大家都会发现说 只要那个就是直播主一旦开始移动 一旦到了户外等等 那个lag就变得非常的严重 不但不太可能就是立刻知道它在哪里 甚至它的影音不同步声音断序等等 立刻就变成问题 而即使它在定点 它爬到山上 然后架一个三脚架 看起来很稳定 但是你也会发现说 从你点头到它看到你点头 还是差了一点点时间 以至于就是它不知道说 就是你这个微笑是上一句话 还是这句话 那这个教学也会打个折扣 所以5G的低延迟的特性 我觉得真的就是要在户外 才看得出它的差异来 因为在室内我们有光纤 有WiFi 我们本来就已经把延迟 减到非常低的情况 但是在户外 特别是环境教育 你可能要深入各种各样子的 离这个光纤根本拉不到的 这些地方去 那在那些地方如果没有5G的话 确实那种共同在场的感觉 真的要打一个折扣 所以要怎么样子克服呢 当然一方面就是要投资5G的建设 不过这是我们的责任 后面也拨了很多钱 那也让这个他们在竞标的时候 有多一本这个5G发展基金的账目 专门要做到越偏向越先进 那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 我想就是健康权跟学习权 是宪法所保障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核心部分 不受资论主义影响 那所以这部分应该是会有充足的预算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实际在现场的各位 包含校长等等也要理解到说 当你真的低延迟 而且你的老师对这些设备 开始逐渐熟悉的时候 真的很多事情他不一定要在课堂里面 他真的可以在那个县地 也让大家有一个共同在场的感觉 那这样的话自然就克服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城乡差距的问题 因为对远距视讯来讲 最困难的就是你的小孩都在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你的小孩每个人的装备是不一样的 或者他们连线品质不同等等 那但是我们停课不停学 现在等于大家多多少少设备都增进了 那只要把大家都放到就是低延迟的这个环境里面 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可以重现这种就是线上两分情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的软体这一方面也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比方说我们现在在用的方式是每个人都是就是16比9的一个方格子嘛 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软体包含teams啊等等 都有一个所谓的together mode 就是共享齐聚模式 那就是把所有人都自动软体去背 去背之后就通通丢到一个 可能是户外的这个背景上面 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很自然的 不会变成我看镜头的时候其实没有在看你 那我如果真的在看你 你觉得我在看你的下巴之类的 等等的这些视线的问题啊 都可以用这种齐聚模式啊 加以解决 那更不要提这个VRA啊等等这种比较先进的这些应用 但就算只是一个together mode 我觉得也可以让就是大家在同一个地方这种感觉更强烈 那你越营造这种共同在场的感觉 那远距视线教学就越能够让这个教学是双向的 而不是变成学生会觉得 怎么就是都是老师在讲好像在看录影 我还不能按快转啊 这样子的这种做法 那当然如果真的5G不普遍 或者是WiFi光纤不普遍的情况 你还是可以用slido嘛 至少slido是及时的 不会有什么时间差哦 大概这样子 好 希望有多少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学校推动环教落差很大 有些学校很精彩 那比较多的学校跟老师 当然还是以领域的教学为主啊 那包含国语数学等等 那认为不应该耽误珍规的课程学习 那不晓得证伪的看法哦 不过我觉得当然像数学 其实要教环教不动到数学能力 这是很难想象的 我想基本上 我们现在不管是温室气体减量也好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种影响力评估的报告的制定也好 那其实都要用到非常多数学的技巧啊 尤其是在这个 因为最近IPCC又发了新的报告嘛 这里面有非常多simulation 那所以它教的不是只是数学 是就是我们现在叫做资料科学嘛 的应用就是以前都是写个程式来达到 我们想要达到的结果 现在是反过来是收集资料 资料自动帮我们写个程式啊 就变成了simulation了这样 那这些我想都是现在所谓的领域教学里面 他们最需要培养的能力 就是小孩有自己建model的这个能力 那这个能力 那这个能力你如果不是用环境这种 大家都有共同的兴趣 事实上是共享的一个东西 那你要从头拿到high quality model 说真的不容易 而且说不定还有个资问题啊 那但是在环境领域则不是这样啊 你一条河不会拒绝你去量它的水质啊 对不对 空气也不会拒绝你量它的PM2.5啊 所以就是说它是一定没有个资问题 而且源源不绝 而且有很多人帮你搜集的一些资料 那所以你拿这些来教资料科学 就是最自然的 而且学生也最有学习的兴趣 因为它立刻就可以带回去家里分享 它立刻就有它的social impact 就是立刻可以趋吉避凶嘛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不是要特别把环境 看成好像从所谓的这个主流领域 拿资源来 而是说主流领域它因为现在强调 这种跨领域学习 它必须要找到应用的题目capstone 那所以环教就必须要变成说 那我们是在这个capstone上面 去提供这些题目 那我想数学或者是资料科学 这个是最自然的 可能就是在旁边隔壁而已 那其他的可能就要多想一想 那像刚刚我们讲到 甚至连这个时尚设计啊 美学啊这个经商这个怎么样做生意啊 之类都可以把环教当做这个素材 那我们如果是连个体经济学 都可以这个连过去的话 那我想没有什么政客不能连过去啊 我们自己就会变成政客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的跨领域共同设计 不管是校长自己在课发会里面 特别去要求老师这样子做 或者是说现在学生自己也都会 触类旁通的自己拿环境议题来做 包含作文的这个题目啊等等 那现在很多的作文 它就是要展现对社会的关怀嘛 那again就是环境的题目 它不需要花很多字 就可以证明它的公益性啊 你如果挑一个比较冷门的题目 你可能800字 你要花400字来证明它的公益性 但是如果一个环境题目 可能40个字就证明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就是结合其他领域的一些很具体的做法 当然就是怎么执行就是各位的转眼 因为我毕竟不是在第一线教育现场 但是我们会尽可能确保说 包含运算资源啊等等 这个我们政府都会准备好 包含国网中心等等 所以如果要运用的话 随时都可以来运用 好 那好 那感谢这个刘云杰老师的肯定 我们发现这个聊天室 这还是有点功能的啊 好 那如果大家没有要追我们 就往下吧 有九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叶玛克刚以核心素养为导向 分成这个自发互动共好三个面向 那学校评量方式是不是也应该与时俱进 包含我们的多元评量 这个是现在大家就是开始发现 这个多元评量其实很花力气 那学习以下这样子的做法 就是多元的评量跟多元的学习 怎么样兼顾学生成绩的公平性 还有知道教师本身 是不是具备符合十一的教学能力 不过现在学生都就是很很敢说话 所以只要你没有玻璃心问题 你可以去开个那个靠北什么东西看的话 你一下子就会知道 这个教师是不是符合十一的教学能力 这个也是网机网路达到双强沟通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不是很担心后面的部分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不合十一的地方 你会发现 那但是前面的部分就是成绩的公平性 确实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以前当然就是它是 我们都知道是 equality不是 equity 它其实不是最后结果的平等 只是一开始机会的平等 但是 it's still something 就是至少我们在执行上面的时候会觉得说 我真的是就是没有特别在favor其中一个学生等等 那但是如果是这种多元评量 尤其是一些比较直性的这种团体的 一起做一个cap zone的时候 那确实老师一定会有自己的兴趣 以及自己专长的部分 那自己心里也不免会去想说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一组在做的题目 刚好我特别有兴趣 所以我投注特别多的资源 所以在这个多元的评量里面包含就是 那我就勾三个学习历程里面 它看起来在校内就是特别有发挥 可能有我们学校的特色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想提醒的就是说 在这个就是它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其实学校不再是唯一的 它能够取得这些历程的来源了嘛 虽然我们现在当然还是很强调学习历程 以校内为主 但是其实学生自己也可以跨校 也可以跨系统 也可以在他线上的社群 也可以透过自己参加各种活动竞赛等等的方式 去取得他的这种多元的成绩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校长 当然还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这样子的就是多元评量的来源 但是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是唯一的来源了 现在可能是十个来源之一而已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一方面就是在时间的安排上面 让这些学生更有能力 以及更有余裕去处理说 那他要在别的地方去发挥 那像我自己如果不是在国中二年级 我们北镇国中杜惠平校长 在看了我跟研究者的email往返之后说 好了那你明天就不用来我的学校了 你就每天16个小时都去做研究 不用八个小时在课堂里 只剩八个小时可以做研究 因为如果不是他这样讲一句话的话 那我就被逼的 就必须要是在那个所谓的公平性里面 去照顾那个公平性 但是我就不可能15岁就跑去创业 就去做这种网络社会学的研究 所以一个校长我觉得他给的出的资源是很重要 但是他给的出的空间 我觉得有的时候更重要 当你能够给的出这些空间的时候 学生自己就会集结起来 学生有很强的这种跨校社团 运动组织等等这种能力 那这个时候他自然会在那边 去找到他的多元评量的那些亮点 那其实你要做的事情很多时候 是给他一个空间了 那当然我知道我这样子讲 就那时候我们在这个新课纲的时候 其实离第一线真的能够执行这个 尤其学校的辅导老师以及导师 能够执行这个真的有一段时间的差距 那我觉得之后18岁就成年了 所以高三毕业之后你反正也管不到他了 他就是成年人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提早去做这个因应了 这样 好 那我们就 这个有一位老师 唐凤正伟你好 王老师 对 就是我想就沟通互动这过程当中 因为一个在一个学校里面 可能是一位校长或是一位老师 他可能要面对的可能全校老师 或是一个老师会面对很多的同学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我们都开放的话 如果他们的需求 每个人的需求可能都有不同 这个部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协商 会不会有可能很开放 不过校长可能应付不来 或是老师应付不来 那这样的状况 我是想这样 那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协商 是同学跟同学之间的协商 或是老师怎么帮助他们 还有特别一些比较弱势的孩子 可能他有他的需求 他的想法 或是他表达力比较差 对 那我们怎么帮助这样的这个状况 我想要了解这样的这个 对 当然 对 当然就是说 我们的理想在做新课纲的时候 是所谓每个学生一个课表 对不对 就是所有人都IEP 那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学校资源毕竟是有限的 就算说结合社会资源也会有 像这个王老师刚刚提到的 有些比较弱势的学生 他 你给他这个资源列表 但是他光是理解这件事 他就有认知成本 就不一定做得到这件事情 确实是如此 没有错 所以后来我们的策略 其实不是说 要学校去无止境的满足 每个学生的个别化学习的需求 这个大概是不太可能做到的 而是营造某种学生之间 他不是在互相竞争关系 而是在互相搭档 互相合作的关系 而这也不是只是陷于 一所学校里面同班或同年级的同学 而是说好比像说教育部的大小学伴 就是另外一个学校的大学生 跟另外一个学校的小学生或中学生 那他也可以结成类似这样子的联盟关系 因为毕竟我们的年纪比起学生的年纪 都已经有一个时间差了 那就是我就是主管青年参与 我常常说我已经脱离青年已经五年了 我已经这个三十三十五到四十岁了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当然不可能 每天每天都是一个三十几岁或二十几岁的青年的生活的方式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好比像说我们的就是青年参与的 其中一个很很重要一个叫那个王宣如 他就是提案那个塑胶吸管在外带不要使用的那个提案人 成功改变我们环保署的政策 我对不起从环保署找出成功加速我们环保署的政策 这位的朋友他现在十九岁 但是已经是我们就是行政院院本部开放政府这个推动的小组的委员 那但是要帮王宣如去找这些资源的话 其实他已经是完全是成年人了 反而他需要的是跟他志同道合的伙伴 那所以我们就会特别是好像昨天嘛 我跟王宣如一起被设气流啊愿景工程啊 访问的稿子才刚刚登出来 那他也很强调说他现在学室内设计 感觉这是一个很不环保的一个地方 那但是他也透过因为他之前在环教上面的这个贡献 那也找到很多资源让大家重新想象室内设计 包含这个建筑材料的这个编码 怎么样重复利用之类之类 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数位的方法 那他需要就是跟他同年龄在类似的工作上面的伙伴 不一定是我跟他毕竟差个20岁 生活经验也不一样不一定是我自己啦 但是我能够做的贡献是什么 创造一个空间让他可以跟这些伙伴很容易的彼此认识之外 他们一开始就不是竞争关系嘛 而是合作关系 那我觉得这种空间越多 那校长就越不会那么累 毕竟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品质跟工作品质 兼顾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想空间的创造 以及结合现有的社会网络 像王宣如当时的联署成功 是因为他结合了一个叫不素质客 塑胶的这个脸书社群 那那个社会网络就非常重要 但是我猜那不是他的校长 或他的公民老师去帮他找的 那一定是他之前认识的一些年轻的朋友 帮他这个找的 所以我们的角度就是说 我们不要逼着他一定只能在校内里面找资源 而是说当他找到校内制作员的时候 尽量的去鼓励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公民老师 当时出的隋堂作业就是在公共政策 网络平台上面提一个对环境有帮助的提案 真的是这个自发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因为这个老师就是说 那这五千人也是你的老师吗 不是只有他自己是他的老师这样 希望有回答到王老师的问题 那个政委刚刚其实我举手跟王老师同时举手 我们要问的问题刚好是同样的问题 对 那个我觉得在资源跟空间的给予这一块 在政委刚刚的解释非常非常棒 那我如果回应到我们过去的教育 有老师或校长跟我们讲说 那你可以不用来学校 恐怕所有的校长要被告 说他放弃了孩子 但是刚刚政委已经在后面这一段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其实那是给他的空间里面 能够让他再去做他可以做得到 或他想做的事情 非常谢谢政委 是对 确实就是在德国最重的这个违反校园 纪律的处罚就是你今天回家 真的是这样子没有错 但是我想各位兵校长他可贵之处 就是我就算自主学习到一个程度 但是他的团队就是随时我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回到学校问 那所以我会觉得这就让我看到他们 作为教育工作者跟研究者的这个那一面 而不是只是就是要负责行政事务的那一面 那我觉得行政事务当然非常重要 因为他维持这个校园本身空间的规则 但是他作为研究者的那一面 才是我比较记得的 就是因为感觉上 我就是跟他一起做研究这样 这个张老师 我是台北市医大学张老师 我想请教政委一个问题 那刚政委分享了很多这个社会创新平台 带来很多辅导的一些案例 那这些辅导案例里面 其实都用了很多的智慧跟点子去解决 这些共同面临的问题 那中间有没有牵涉到一些 除了行政命令之外 可能是一些法规必须要松绑的 有个例子来说 今年的教育部有办一个全国环境教育的实作竞赛 那这个实作竞赛呢 其实有一个小学呢 他就发展了一个无独的橡皮擦 他用PVA就是可分解塑胶去取代PVC 然后后来他去访问的那个厂商呢 是一个观光工厂 后来都知道他得奖了之后 因为也受到评审的青睐 他得了最佳影响力奖 那后来这个厂商呢 他知道了他得奖之后 他反而要回过头来寻求他的一些相关的合作 跟一些包括记转 跟一些行销上面的一些合作 那我想请教一下 像我觉得以后像教育部办类似这样的活动 很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一次这样的案例 那可是据我们所知公务人员他兼职的时候 他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一些限制 那我不晓得如果说从政委的这一个社会创新平台的话 这个角度大概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 那可以让整个我们的这些国中小这些校园们的一些研发 说不定可以更活泼 谢谢 对 我觉得我们在社创平台的一个特色 就是你会看到好比像说什么 这个卖一个米的 原天然之前在我记得是迦勒府还是哪里 都会有我的一个利牌 然后让大家认识黑鲜米 什么之类的 变成推销的 那但是那个利牌是完全CC授权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用 你可以拿来推销任何东西 客委会可以弄成什么脑坡更点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它是同一套图 那所以我们在社创平台很强调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行销的资源 以及市场辅导的资源 它都是一次对平台上的所有的厂商 就是所有的社会创新组织 那任何人都可以来运用 那运用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就是互相竞争的关系 我常开玩笑说这个当你图利所有人的时候就不是图利 因为图利是图自己或者其他私人支部法的利益 那但是当我们是说 没有所有做的联合公共聚会 17项目标的所有团体 都可以来运用这些市场的资源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没有图利的问题了 这个是就是经济部法规会已经认证过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它让我们公务员其实也变得比较灵活 因为以前的公务员的服务法 不但自己坚持受到一些影响 甚至就是你要跟厂商有任何互相有关联 你要一路牵到部长嘛 部长如果不同意那是绝对就没有的事情 那但是我们现在等于就是说 不是这样子 而是不是你个人去跟他私人去做什么 而是你去倡导一个理念 那在这个理念里面 任何人都可以来运用 达到这个理念的资源 包含您刚刚讲到的法规条式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对这个个别的公务员来讲 他就没有任何危险 没有任何风险了 因为并不是他自己去帮忙嘛 而是说他引荐一个 所有人都可以用的资源 至少所有社创都可以用的资源 给这个做社创的团队 所以像您刚刚讲的这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就一定都三部曲嘛 第一个就是去找出 他的社会跟环境的使命跟影响力 第二个拿这个去社创平台登录 变成我们的登录的一个组织 那第三个就是拿这个组织的身份 那我们在那个平台上面有一个找资源 包含法规条式在内 就是他有各种各样子的资源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看到说 每一个部会 对于每一种适用组织 在每一种议题属性 都有一些服务项目 那就是不管是需要法规条式 需要找员工 需要找这个供应链 需要找钱等等这些东西 那就直接去找这个部会的这个承办 以及这个承办 他特别注重哪些社创的面向等等 都会聚系迷移的在看消息的政府资源 这边来就是给大家看到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个 就是社创平台的特色 就是他并没有任何部会的本位主义 以前是教育部的一个project 那他立刻就会想到说 那不然我们去用这个Ustart 或者是USR 就是经验署 或就是高教司的这个资源 因为从国教离这两个 感觉上是比较安全的 至少签到同一个部长 但是他接下来 如果要去用国发基金 立刻就是公务员 就会稍微退一下 觉得我们教育部跟国发基金 是在太远了 这个国发会主委 我也不认识这样子 那但是这边等于就是 国发基金的朋友 事前承诺说 只要是在这边登陆的这个组织 立刻就可以用国发基金的资源 所以你也不需要 签教育部长 也不需要签国发会主委 你立刻横向就抛转过去了 所以这部分 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多利用的 希望有多少回答到 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想要举手问的 没有的话我们就就往下了 那接下来是有十位朋友 就是刚刚在回答酒票的时候 又突然多出来了一票的问题 说导雕的事件凸显了环保跟产业发展 那就是这个创新就由创而新 那不过我想这一次也是因为有提这个公投案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就是外推的这个方案 那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如果没有这个集结就是要求给出一个交代的话 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力气去放在 怎么样去掩拧中间的这个新的方案 所以我常常就说如果有对话的话 那就是这个创新就由创而新 就先打起来那最后一个新的结果 那如果没有对话只有放话 那可能就是创伤由创而上 所以就是对话跟放话还是差别很大的 那但是在这个藻礁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对话是不断的在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案例 在之前的公投也有一个案例嘛 就是那个婚姻平权的这个案例 那后来大家就发现说婚姻平权这个branding 其实会造成社会的撕连 因为2007年以前很多人是仪式婚 所以婚姻平权它的重因是放在因 就是家族联姻上运的 但是2008年以后才结婚的 因为全部都是登记婚嘛 它是婚姻平权 重因是放在婚上 家族不是很重要 那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传统的伦理 跟新的登记婚的这个冲突 那其实明明都是肯定家庭婚姻的价值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被2007、2008断成两代人了 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最后解决方案也很棒啊 就是所谓结婚不结姻嘛 就是两个同性的 他们只结婚没有结姻啊 他们也不构成姻姻关系 也不需要出现什么儿序女席啊 什么新的称呼啊之类 那所以这个传统的伦理没有被挑战 没有被破坏 民法都没有动 但是登记婚这边在意的 就是权力的一致 确实权力是一致的 说不定还优于民法啊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双方的价值不但都有照顾到 而且真的产生出社会创新 就是到现在其实 就是同意这个社会创新 结婚不结姻的人 其实比本来两个阵营的人 单独来算都要多嘛 所以就说每次的这种对话 到最后产生出来新的这个概念 我觉得是社会创新最可贵的 就是他不是像产创 你要有很大的投资的成本 你才能够真的做出产创 也跟产创不一样的是 不是少数的一些做研发的大公司 去决定市场的风向 而是真的在社会上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人想出一个好主意 突然他就开始社会传播 然后就变成社会创新的一个 新的运动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我觉得环保跟产业发展的解决 其实就是要引进社会力量 引进社创 引进社创之后 常常就可以想出一些 亮圈其美的方式来 希望有回到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就继续 这个问题 这个很有意思 自助比较多 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未来日常生活 或许会有很多AI机器人的辅助 那现在已经可以在市场上面 购买到非常多智能的 节能的家电 所以许多既有的生活模式 只将因为新的科技有很大的转变 例如像我们随手关灯的习惯 现在会变成手机遥控关灯 甚至是你这个屋子里面 最后一个人一走出去灯就关了 等等的这种状况 那当然自动定时关灯也是一个方法 请问郑伟如何看待新兴的科技 改变生活模式的这件事情 我在11岁去德国的时候 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因为就是我们在德国 大概去别的地方 这个我爸要拜访他的研究伙伴等等 大概都是开车 那在德国从我们 因为我们很边陲 在沙克兰在那个法国的边境 要去任何其他的地方 大概都必须要开高速公路 那我妈开车嘛 那她的这个特色就是 她在高速公路上面 她开得非常非常快 那我们在台湾都已经很习惯 所以我第一次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面 看到她开到这个130 140 什么的时候 其实是觉得很错 那但是这个我爸就跟我这个解释 说德国的系统跟别人都不一样 她这个叫autobank 那autobank的特色就是她没有速线 她没有速线的意思就是 这台车这个驾驶人 以及她的硬体建设 之前都已经受到了严格的考验 但是在他们通过这些考验之后 他们其实是建筑出一个 你开越快就越安全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那你要放慢速度反而危险 反而没有就是跟随着这个norm 所以就是说变化 当然会来得很快 我们的调试当然也要很快 但是以前在公务体系里面 常常是觉得说 我越快越危险 可能会被讲成朝令夕改 什么之类的 那而且也会让我的长官 陷入政治上面的风险 因为怎么前一天讲的今天又换了呢等等 那反而是要追求那个稳定性 就是快跟危险 好像在公务体系里面放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 就是随着我们越来越知道 人民实际的需求 快反而常常是安全的 而且是越快越安全 因为我们可以证明给大家看说 就是现在有多少多少人 他的偏好已经跟他昨天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就是顺应着这些人的偏好 立刻来满足这些人 那这样子的一种就是 以市民以公民为中心的这样子的做法 在你有一个立刻让大家看到 所有人的偏好的平台之前 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嘛 但是我的工作在这五年来 就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平台 包含像是当初2015年 就是还不是这任政府的时候 我还跟就是张善生院长 这个蔡玲政委一起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Uber进入台湾 但是Uber一开始是跟职业司机 后来因为资本主义的需求 立刻就开始跟不是有职业驾照的司机 应该有朋友还记得这件事情 推出了UberX的服务嘛 那导致就是全世界啊 在我那时候去巴黎 巴黎的乡是立社大道 完全不能通行 因为计程车司机在那边抗议 然后就是在全世界都造成这样子 新的科技 因为大家很习惯用手机轿车 但是又跟既有的计程车的规则不一样 然后造成很大的混乱嘛 那我们当时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架设了Police这个平台 透过这个平台 我们现在这个平台 其实是我们公共建设的一环 任何人有GOVTW的账号 就可以在Police GOV.PW 用你自己的E-mail 就可以直接开一个就是讨论 那这个讨论呢 它的特色就是不像一般的民意调查 是你要自己去拟定这个问题 像我们在Uber那个时候 其实问题就是全部都是 是这些人自己拟定的 所以这个当然后来也上了BBC啊 很多的外媒的报道 大概讲的事情就是 原来其实不管是小黄的司机 还是Uber的司机还是什么 对于纳税纳保纳管的一致性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乘客的保险大家都觉得很重要等等 所以其实它并没有那么不一样 那所以后来我们也顺应着大家的共同意见 提出多元化计程车方案等等 那到现在Uber已经是一个计程车队了嘛 叫Q Taxi 那所有的做法都跟其他的Line Taxi 台湾大什么 完全没有任何不一样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我们可以证明 这是大家的共同要求 那不管是媒体上面放话吵得多凶 其实Uber的代表 台湾大车队的代表 等等合作社的这些朋友们 就是自行车 这个人车行等等 其实也都觉得 对啊 那大家只要规则一样就可以了 只是不一定要 都要漆成黄色嘛 因为你如果不录招用APP招的话 其实黄色没有意义 但是车牌至少要是红色的吧 之类 那我讲这么细节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新的科技 它诚然会改变我们的习惯 但是在社会上面一些我们重要的习惯 其实已经到达伦理社会规范的这种程度 这个时候你硬要去破坏它 就会造成社会的紧张 我们不如反过来去做一种 不是破坏它的科技 而是去做一种收集的科技 让所有的这些伦理的诉求 对于这个新科技的要求 可以及时的反映出来 那政府的这个政策就可以说 你看大家对于Uber都是这个要求 那我们赶快来推出一个公平的这个做法 那所以这边当然包含像我们总统 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做这种 我们怎么快速让大家建立新的习惯 但是它是有一个既有的社会伦理 像可能大家有听过凤茶 也是透过这样的想法 就是透过友善的店家 愿意免费的提供干净的饮用水 或者特色的饮料 给愿意不用保特瓶而自己拿个水壶来的人 那它透过这种社会规范 凤茶其实是台湾古老的social norm 它透过这个规范 慢慢把它重新包装成一个好像宝可梦的APP 那一下子就可以让大家发现说 哦原来我不买新的塑胶瓶 不是只是为了我自己麻烦一点救地球 我拿的这个水壶其实是我认识新的朋友 而且还可以打卡几点赚金币等等的这种方式 是我大抵游戏破关的道具 所以这也就是反向的用社会规范来达到环境价值 而不是说应有一个新科技 好像逼大家来运用这个新科技达到环境价值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那如果没有要追问 我们还有15分钟我们就继续 好那有其他朋友们问说 这个科技发展跟学校经营的定位 领导者应该有什么前瞻的这种思维 我自己的建议就是省力安心了就这四个字 就是不断的用新的技术 但是这个新的技术一来必须要同时让整个团队都觉得更省力 而不是说常常有一些这个就是行政人员觉得最最害怕的就是上面要求导入一套新系统 但是他又没有访谈过这个承办人 所以他有些事情还是要用旧系统做 所以新系统感觉上好像可以省力 但其实是省了看报表人的力而已 对于那个就是前线的承办人而言 他是要报干的 因为他旧系统还是不能不能废掉 那这种累积几次下来 那到最后他就没有时间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全部都在这边顾系统 那所以省力是省所有人的力 那安心也是一样的 我们常常会推出一些真的对所有人都省力的系统 但是会让很多人不安心 我举例像我们当初做那个口罩的就是在药局排队 想要变成去便利商店预定的系统 那那个系统我们刚推出还没有大幅推出还在测试的时候 本来是用便利商店一定都有的提款机 你插卡按一个键自动转52块给机关署 拿小白单 那下个礼拜你就可以直接去拿口罩 那感觉上就是把实名认证转账 以及这个个自保护 因为有密码嘛 你的提款卡有密码 那等等全部都一次到位的 所有人都省力的一套系统很棒 那但是我88岁的阿嬷 以及她年轻朋友77岁的杨奶奶 实际去试用的时候就发现他们非常不安心 因为他们看到165反诈篇的那个贴纸 就很害怕52块钱 会出去会不会不小心按错一个零便52万 那他们又不太记得出密码 所以记密码会写下来 他们也担心密码本子一拿出来 他后面的人是不是就看到了 立刻就变成诈骗集团的对象之类 就老人家对于提款机有非常多不舒服的那种不安心的感觉 所以他们就放话说 杨奶奶就放话说 如果硬要他用提款机的话 那他不如回去要局排队 虽然要局很累很远什么之类的 那所以我们就参考他们的意见 最后就变成完全不是用提款卡也不是密码 而是他插健保卡 拿小白单之后去柜台数出52块的硬币 去给他这个就是超商的店员 乍看之下这好像违反无接触便利行动支付什么东西的潮流 可是这个就让杨奶奶觉得说 这是他提出来的主意 他非常愿意帮忙说服社区里70岁60岁50岁 其他的大小朋友他觉得非常安心 那等到他们都这样子做的时候 其实药局排队人也减少了 所以对那些去药局排队人而言 也减少他们的群聚风险 所以摊题来讲对公卫这样反而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所以就像简讯时连制 我们扫这个也不是要所有人都非得扫这个 大部分的人扫这个之外 其他人他还是可以收写 还是可以去刻个印章概连续章 只是当八成的人都去扫QR Code的时候 这两成的人也就没有群聚风险了 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说全面的省力跟全面的安心 乍看之下是达不到 但是你是可以让大部分的人都省力 其他也没有浪费力气 让大部分的人安心 其他也没有因此更不安心 这样子慢慢慢慢就会凝聚成所谓粗略的共识 那这个是一个不同的领导的想法 因为以前常常是比较top down的 就是某些人要爆肝 那是就是你知道战死casualty 就是不得不然的一些事情 但现在因为有数位科技 所以几乎都可以把真的需要爆肝的部分 交给机器去做 那就不需要牺牲任何人 那当你不牺牲任何人的时候 那现在就会变成你的倡议者 变成你的advocate 那你这样子的新的概念推行 就会变得很容易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继续 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SDGs里面非常重要 就是气候变迁的议题 请问对台湾面临的困境 如何在教育面上面突破 我不确定这里讲的困境是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在气候变迁的这个题目上面 是处在一个比较很有意思的状况 就是说你看各国不管是从电池技术 到这个节能技术到电网技术到什么东西 你去看那个供应链 其实里面很多都是台湾出去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全世界现在开始 把对抗气候变迁变成一个不但可以省钱 而且好像有钱赚的一件事情 其实台湾在里面贡献非常的大 所以在这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困境可言 反而是我们在解决全世界碰到的困境 那但是当然这里面有另外一部分 是我们自己在气候变迁这个议题 在倡议上面碰到的困境 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说不定这个老师提的是要问这一部分事情 就是看起来我们在一般的这个市民里面 比较小规模小的尺度的 就是对它的社区的环保 小到垃圾分类到大到这个 我们要照顾这个社区的公园的整洁 当然还要有特色之类的这些 就是社区规模的社会运动 这个台湾是很强 但是大的规模的 不管是这个碳定价 碳关税 碳交易的那一部分 那或者是这更进一步的能源转型的入境 以及所谓的净零的这个概念的推行 感觉上好像就没有零废气全循环等等 分类等等那么好推 感觉上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而且比较没有大规模的串联嘛 至少我们没有礼拜五就是不上课 跑去街上的那个程度的串联嘛 所以也许是在讲这一部分 不过我觉得如果是在讲这一部分的话 我觉得不用特别担心 因为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我们只要就是协助国际所设定的 这一些供应链上面的标准 那这些标准 大家发现可以用经济规模达到 达到经济规模之后 就从以前做社会企业你拿投资 就是觉得很困难很艰困 到现在一个企业如果他不证明 他的社会跟环境的价值 如果他不给出交代根本就募不到钱 你看这才是五年发生的事情 五年前ESG金融是一个Niche 但是现在这个你如果不ESG的话 现在不要说投资融资都拿不到 所以就说这个整个大环境有改变 那当大环境改变的时候 因为台湾的很多的制造业 以及高科技也其实是要 跟着国际的供应链走 所以当国际的部分 也在我们贡献的技术之下 都进行了这种大环境的调整的时候 我们回来调整这个其实是非常快 而且这些大企业 现在都不是只是把它看成CSR 就是做慈善或者BD 或者就是谈供应链 事实上很多是把它的 当做投资部门 就是一个比较长线的投资的部门 那这一部分能够动员的力量 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再次讲就是说 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做社创 就跟产创是就是不同的领域 好像不能去用产创的资源 其实在这些题目上面 产创的资源是非常愿意 为社创所用 不是说这个做环教 就不能够去跟人家的投资 或业务拓展的部门谈 因为他们就在等你们去谈 大概是这样子 许老师 郑伟 我试图的帮忙解释 老师们提这个问题 可能觉得的困境 因为气候变迁这个议题比较大 他要做的改变是系统性的改变 或是社会整个结构性的改变 那如果从中小学的老师 他的孩子这么小 他怎么样去对气候变迁这个议题 在他的第一现场里面 去谈到这么复杂的改变 或者是说怎么去切入 这样的一个议题说 我这样的教法 就是在谈气候变迁 可能我觉得在教育面 要处理的问题是说 好像对他们来讲很遥远 那种感觉 就是说比较难转成 生活上的行动是不是 感觉上他好像都是一个 比较集体性 比较大型的一个行动的倡言 对那所以可能觉得 对中小学老师来讲 可是因为SDGs 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玄的东西 所以就是说你很难 就是含全部的SDGs 放到课堂里 这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它那个规模过于宏大 所谓no go left behind 没有任何目标 是没有被纳进去的 那就算SDGs里面的1 1 7 就是里面特别的某一个SDGs项目 它其实也太大了 所以才要分成169个系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SDGs 它当时的编号 其实是有意义的 它编号越小 就是平基建教那些部分 你越容易在生活里面找到对应 那它越后面这个契海路河 就是等等的这最后几项 最后四五项 其实因为它数字大 所以就像老师刚刚说 全部都是系统性的东西 你很难抽象的讲海洋生态系 陆域生态系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你看里面的一个系项 就是说同样是静灵 那静灵里面也有不同的气体 那不同的气体也有不同的来源 这个来源也有不同你身边的某一个部分 或之类的 那等到你已经系到这么细的一个系项的时候 那个系项就可以具体而为的去告诉学生说 我们今天做的可能只是这一小部分就是出门带一个水壶去装水的部分 但是这个部分透过哪些SDGs如果学生有兴趣的话 可以连到更多比较大的这种叙事这种社群 但我要讲的就是说SDGs本来就不是在上面这17个的层级 本来就不是设计在就是day to day来做的 day to day做的本来就是里面细项的那些target 以及target的配套的这个做法 那我觉得一次交17个真的太多了 我觉得不太可能 那就算只交一项也要分分段来交 是非常谢谢政委用SDGs的案例来说明这样的一个概念 的确其实大家会比较忽略的是细项的部分 对对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在国际的场合我对自己的工作做介绍什么的时候 其实我都不会去用大项的那些logo 我全部都直接用细项的logo 在那个globalghost.org好像有一个.tw 你可以下载全部169个细项的logo 那个都没有著作权 所以就算我们不是会员国我们也可以随便用 那在用的时候我就会常常说 那我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个17.7 17.17 17.9 17.几 那每个都对应到说开放式的创新 对应到这个有效的伙伴关系 对应到可给出交代的踏实的资料等等的这些细项 那这个每一个其实就在课堂上非常的好用 那但是你在上面17.17.伙伴关系这四个字根本就用不到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多去看169个细项 每个都有很漂亮的图片 好那这个 谢谢展伟 这个题目就先这样 我们可能时间也在一个题目了 再一个题目就可以了 好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永续发展交易的推动 需要让学习者意识到各个目标在台湾的现状 那以及跟国际间的差异性 那是不是行政院有针对各个目标统合各个部会的相关资料库 那能够提供现场的老师 就是未来长期推动ESD来使用非常好的问题 当然永续会有就是政府工部门这边的资料库 那社创平台是有点像是永续会的队友 就是社创平台全部都是民间所的 没有一个是政府做的 政府只是把它核定版 把它定起来而已 但是between永续会跟社创平台 我觉得就已经有相当多的就是包含甚至量化的资料可以使用 那我的建议还是不要一次太贪心 同时讲是7个就是讲其中一个 那每一个他可能有他自己的上位的法令嘛 文官法之类的 那你在那一个法令 以及他所对应到的组织能源办之类的的平台上面 以那边的量化资料 来当做你主要长期推动的这个资料去做 那举例来讲 你又要做SDG5这个性别评论 我们刚刚也讲了一些的题目的话 那关于你的就应该是性评处跟性评会 然后以及重要性别统计资料库 那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资料库 所以与其是把它看作是一个 不如你就把它看成17个 而且还不一定是17个 每一个分项可能还对应到不同的 但是这个总索引 不管是从永续会还是从社创平台 一下应该就都可以找到 因为我们政府资源那边 就是按照SDG去联到各个不同 从现有的行政组织里面的这些支援的单位 所以都有电话 打个电话去问就会知道了 好 希望有回答到今天大家的问题 有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那个唐峰正伟在百忙当中 播空跟大家在空中相会 我们原本是希望可以到社创实验中心 跟您面对面来做这样的交流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线上 那我想今天那个时间再多都没有 都不够了 所以我们要跟您预约下一场 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到现场去 然后跟政委一起来谈 那我们先请那个副市长这边 有没有要跟我们回应 好 我发现我每一次听政委的演讲 都发现时间不够 因为政委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 其实不只是我们现场提的问题 政委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又想到了其他的问题 所以永远时间都不够 我真的非常佩服每一次 包括今天本来我们是针对这个环教 这个永续发展的议题 但事实上我们的伙伴们 其实提的问题面向也都非常的广 不只是focus在我们的环境教育 还包括了我们比如科技领导 但现于时间的关系 我相信政委一定还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其实从政委的这个回应 我觉得给了大家一些不同的角度 可以去思考 那我也充分可以感觉 政委的这个回应 刚好呼应 其实就是呼应我觉得可能 政委一贯提倡的开放 还有互动参与共享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部分是 我们在从事教育的工作 或者是我们在教学的现场 包括政委刚刚讲到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学习 已经不限于课堂 可能是在课堂外 可能是跨班级 跨年级 甚至跨校 那这个部分呢 都是让我们在这个整个一个学习 不管是我们推动环境 特别是环境教育 我们更是会希望走出课堂 那不过总而言之 时间都是非常有限 那我们期待哦 就是下次可以再预约政委的时间 我们可以再跟政委多做一些交流 那我也很感谢我们今天来参与的 这个伙伴 大家提的问题都很棒 那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问题 但是就限于时间 没有办法一一回答 所以这也就是 等于也是给我们另外一个机会 我们再请政委来给我们 这个跟我们交流 好 谢谢 谢谢政委 还是很感谢政委 对 那个传说中政委的转述是很快的 头脑转述跟语言上的诠释 我们今天终于领悟到 真的是非常的快速 那所以刚刚我最大的一个 这个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 是变化快啊 调试跟顺应也要快 其实快反而是安全 我觉得这颠覆了我们一般 对于快这件事情的想法 我觉得非常棒 那我们是不是先 因为政委的时间很宝贵 我们来一起做个合照好不好 那因为流速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能很快速的 比出一个圆 大家比出一个圆 然后我们伙伴们打开你的镜头 然后跟我们政委合照 然后约定下次的时间 可以到社创中心 实验中心去 那我们 好 请大家打开镜头 OK 好了吗 好 这个圆是代表伙伴关系 也是代表我们的SDGs的一个圈圈 那17项目标很重要 但是它的下面169项的这个细项 更是我们在教育现场 应该去琢磨的 这是我们今天政委 给大家最好的一个提示 好 那我们谢谢 谢谢 谢谢政委 谢谢大家 谢谢政委 已经重开了 所以随时欢迎大家来参访 非常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先在空中相遇 谢谢 好 谢谢政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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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来宽宋政委 是 对 嗯 走 不不不